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水哥则一边应付繁重的工作 一边抽出时间陪伴阿美 可随着病情的不断恶化 阿美的脾气越来越差 行为也越来越古怪 对于阿美的改变 水哥也分外理解 一有时间就会陪在阿美身边 这天水哥到新公司就职时 竟遇到了老同学婷婷 想当年他们三人十分投机 关系也很好 婷婷暗恋水哥 水哥却喜欢阿美 这纠结的三角关系 也在婷婷出国后告一段落 多年过去 两人竟再次相遇 这样婷婷开心不已 回到家 水哥就将此事告诉了阿美 阿美知道婷婷的意图 虽然不快 但也不会说什么 毕竟 自从自己生病以来 水哥无微不知的照顾 让她心生感动 可因为工作的关系 水哥和婷婷两人频繁接触 这让阿美心生促意 开始与水哥冷战 不明真相的水哥 被阿美飘忽不定的性子 搞得交斗烂额 在一次外出公干时 不死心的婷婷 约水哥出来喝酒 喝着喝着 两人开始互诉新事 在酒精的作用下 两人自然而然发生了关系 事后 婷婷闭口不提昨晚的事 可没有不透风的墙 水哥的异常 让阿美看出了端倪 她约婷婷的事 也终被发现 无助的阿美 只能默默地选择离开 而另一边 水哥回家后 等了许久也不见阿美的身影 她心下一惊 疯狂地寻找阿美的踪迹 她找遍了约阿美去过的所有地方 结果独一无所获 无计可施的她 只好找到了婷婷 一见门 她并发现婷婷受了伤 而且表情异常怪异 婷婷告诉她 阿美刚才来过 不过 两人发生了争执 阿美一气之下就走了 因为担心阿美的安全 心急的水哥 不幸发生了车祸 当场昏迷 等水哥重新回家后 阿美竟自己回来了 胜负得的水哥 连忙抱住阿美 不停地叮嘱她 不要再乱跑了 可是慢慢地 水哥发现了问题 从那以后 阿美变得十分古怪 她整天躲在家里 不说话 也不出门 最重要的是 水哥发现 阿美的身上 总散发出一股臭味 这压抑的生活 让水哥身心疲惫 而面对婷婷的温柔攻势 水哥再次沦陷 偷偷与婷婷 暧昧不轻 更可怕的是 水哥的身体 也出现异常 她莫名吐出尸丑 身上也长出许多石斑 她告诉婷婷 阿美最近太反常了 她觉得 阿美已经死了 婷婷安慰她 也许是她太累了 让她不要多想 过了不久 阿美的病情 出奇地得到控制 很快就会康复 这让水哥欣喜不已 可当阿美询问 婷婷的消息时 水哥顿时愣住 阿美告诉她 那天 自己实际去找了婷婷 她希望婷婷离开水哥 可是交谈中 两人发生争执 她把婷婷推下楼梯 婷婷当场死亡 因为太恐惧 阿美才会有那一系列的奇怪举动 可是 如果婷婷死了 那么 与自己亲密的人 又是谁呢 为了确认自己的猜想 水哥来到婷婷家 一开门 水哥便闻到刺鼻的臭味 原来 婷婷真的早已死去 因为担心水哥 所以 一直以魂魄的形式 陪伴着她 在得知水哥爱上自己后 心愈意了的婷婷 这才选择离去 水哥顿时懊悔不已 自己的贪念 伤害了两个最爱她的人 因为久久等不到水哥 阿美连夜赶到婷婷家 此时 水哥已经上吊自杀 只留下了一份遗书 信上 水哥主动拦下了杀人罪苗 带着对婷婷的歉意 和对阿美的爱 离开了人世 看着桌上的遗书 阿美泣不成声 绝望的她 放火点燃了房子 影片完 这部影片 处处透露着绝望和压抑 故事因爱而起 也因爱而结束 如果 没有如果 所以 这注定是个悲剧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错爱》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 水哥却喜欢阿美 这揪揪的三 遮羞 两人自然而然发生了关系 婷婷一脸 婷婷逼 阿美告诉她 那天 自己 自己识句